好,接下來是阿敬 仲宇慈和李文先生 終於有男女對唱了 一個有點害羞,另一個就是 走出來的時候害羞,一到準備的時候 我們只會嚇一跳 手伸 對,傻大姐,你好 但我們要問問阿敬 選他這裡的組合 你是想以一個帶一個的形式 或是你覺得他們兩個 真的看好這麼多的組員 他們真的挺合格的 因為我組中比較尷尬 因為譚家博暫時不能夾人 因為自己還沒夾好 我怕他拖下了分數 所以就叫他自己唱 我就讓這組來比賽 但很可憐 因為重點是一個國語人 即是一個不懂得怎麼說廣東話 唱更加 那些歌樓就拆開了 而且你們聽這首歌又是奇怪 因為初初我們不是選這首歌的 他們是選的叫做 傳說 傳說 對 然後我… 我聽完之後 哇,這首歌那麼悶 你們都沒有選擇 悶得我欺負了教 在卡拉機 我說不行,這首歌不行 對,因為連我這麼用心去等他聽你唱 我都覺得很可憐 你何況是來比賽呢 就選了這首歌給你唱 就是善你決定我的傷心 希望他們可以唱得更好 那這首歌是誰選擇的呢 你們兩個誰推薦給林老師 其實我也是聽國語版這個 但是老師剛巧他也叫我們選擇中文版 不是,粵語版 就是從不孤單喜歡一個 所以就… 對,又剛巧遇到他,又唱歌 那這首歌很適合 明白 好了 是 那麼… 終於是 準備合唱,好嗎 好 好,有時候 他就推廣言他就不行了 這個組合他們準備好了 現在我給你唱出的是 是你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決定我的傷心 我曾經以為 那是一次瀟灑的邪口 所以我相信 能夠輕易說hello 保持遊戲的心情 考驗自己沒有防備的感情 不在乎自己 有沒有這種能力 我必須承認 不敢釋放我的真情 所以我相信 也會是你的問題 太多太多的機器 闖進塵封依舊的境地 讓我們失去選擇的餘地 是你 確定我的傷心 是你 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不會用感覺 擁有所有的你 是你 確定我的傷心 是你 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我不會讓你 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我不會讓你 我不會讓你 你 是你 不會讓你 我不會讓你 我必須承認 不敢釋放我的真情 所以我相信 也會是你的問題 太多太多的記憶 闖進山峰依舊的經濟 讓我們失去選擇的餘地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不會有感覺 擁有所有的你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我不會讓你 決定我的傷心 相信我 不是有意打擾你的心 但我如何知道 機會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不會有感覺 擁有所有的你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是你 決定我的傷心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如果我們還會 重新相遇 重新相遇 我看到一些評判 很忙 又要看這裏 又要看那裏 又要看這裏 又要看這裏 好像在看網球比賽 不過 阿敬選這首歌 選完之後 自己也要笑眉眉 很滿意的 不如要看看其他評判的意見 是怎樣的 Edward 其實這首歌的難度 一點都不低 因為女生的Key需要走一走 她變成女生的Key 其實就屬於她 女生發揮得正常的音域 但男生來說 其實是偏高的 所以我覺得 一次你唱得不好 不是不好 已經很好很好 謝謝 我覺得你可以繼續努力 下一次 我想你單獨唱的時候 然後一定會更加燦爛 我覺得雨池除了唱歌 她可以去拍戲 是的 她的樣子 很棒 憂鬱的時候很迷人 不要殺死你 她沒有一顆音 她只是看著那個女生唱 我稍後真的以為她們兩個拍拖 但是你可以去拍戲 因為她面部的表情 她唱歌的感覺 那個感情是非常好 當然女生也有膠 但是很少 很驚訝 有戲膠 起碼有東西讓我們看到 文先生這首歌 比較失色了一點 但是我知道她的歌路在哪裡 文先生是快過勁的 她慢歌 就要慢慢再刁鎖一下 會更加好 但我也很滿意她們演出 可以嗎 謝謝 好,看看這隊最後的合唱組合 得到的分數是多少 五十八九九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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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山和仲宇慈 表現出色 成為合唱歌回合 得到最高分的組合 縮責了和其他隊伍 在分數上的距離 成為最後一個回合 程哥 吳郭敬隊 會不會越戰越勇 成功追回失去的分數呢